副市长代表市长来向三千宫参拜 祝我们信徒平安 国泰平安 然后香火光盛 在三千宫主委林国昌的陪同下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来到中山区的三千宫参拜 和信众们热情打招呼 你看好漂亮哦 我基隆住了50年你最漂亮 谢谢谢谢 好漂亮哦 多支持我们 当然了没有支持写 一定要支持政府啊 才有进步啊 我感动啊 由于三千宫主委林国昌 同时也是基隆家福中心的主委 因此他特别邀请副市长邱佩玲 担任家福4月27号爱新园游会的反诈大使 一起来关心儿哨 今天主要是来三千宫来参拜的 那很开心可以兼做这个 这个家福中心的反诈大使的活动 很荣幸 我觉得家福中心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慈善团体 也扮演很重要角色 那我今天同时间来这座庙里面 那同时间又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市长的父母官 是最开心的事情 现场来大声呼吁 来我们今年呢 4月27号儿保园游会 我们的主题是网路反诈骗 因为在网路上现在有很多的诈骗 然后不管是一些性别的议题 还有我们小孩子不小心被骗当车手 或者是在网路上会深陷的很多奇怪的团体 甚至骗到国外去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要宣导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我们的市府的长官 来做我们的反诈的大使 然后当天在4月27号 我们在火山附近呢 会由我们的林国厂主委率领大家 然后来做一个整个旧式的儿保的园游会 陪伴孩子好好长大 成立一个三千小草 就是说针对单亲家庭 小学没有在外面上安心班的 他课后留在学校里面 那我们负责师资餐点 让他们能够在学校一样 虽然下午没有课 不用上课 然后留在学校把功课写完 课业辅导 然后又有一个很安全的就读的环境 跟一个舒适的一个晚餐 然后等父母亲下了班 再来接他下课 是不是这样子在课业上也比较不会中断 而且在行为环境也会比较安全 公益活动中 副市长邱佩玲亲切地帮孩子们拿点心 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市议员宋伟丽也到场共襄胜举 三千公方面表示 未来计划结合各界资源来推动课后辅导 照顾弱势家庭的孩子 副市长邱佩玲与议员宋伟丽都相当认同支持 我刚才家福中心主任告诉我的我觉得更感动是他们准备有很多课后的辅导班让很多的小孩子下了课之后可以接受照顾还有用餐 我觉得这也是基隆所需要的也希望市府可以在这一块可以帮忙更多 我想我们副市长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副市长 没有而且他非常接地气 河崴可亲 我用这几个来形容他 尤其对于傅佑的事情他会非常的着重 所以说我相信只要金融市有什么任何大小事他都会采女的 很努力 我们副市长一直来打造亚最有爱的情绪 我想因为这个协会我们林董事长他刚刚他准备在六月份成立 那成立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他发现很多就是失业儿童 那课后之后没人照顾 那希望说我们政府机关能够提供教室 让这些孩子能够在课余之下就放学之后呢 就是说有人照顾他们也有人教导他们 我们也努力找一些企业的资源来协助 太好了太好了 很棒的政策 谢谢 谢谢副市长 也谢谢林董事长 对对对 谢谢董事长 谢谢 谢谢 让机构变更好 真的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来到三千宫参拜 并参与家福中心将在4月27号举办的爱心园会宣传 包括中山区区长徐雅文 跟当地的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 一起来打造让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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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